新年輕人 年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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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の 日程 年輕人 年輕人 今次考下大家的數學 一日工300元 一日工你有多少回報呢 300元 百日呢 2400元 做什麼 很簡單 你想給多些我 嗯 如果我只給你一千元 當然不可以 有數得計的 做多少應該就能得到多少 上班的人工有數得計 不過善報就未必有得計 不是善有善報嗎 還是你想說就算出了半斤力 都拿不足八兩呢 又和大家講下一個余靖義 余造神的故事 在明朝嘉靖年間 有個叫做余良神的男人住在江西 他讀書好聰明 博學多才 非常有學問 不過讀書聰明又怎樣 在他壯年的時候 他的祭餘不好 所以他做不到官 他只是在一間學生不多的私塾那裏教書為生 他和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 一起以文昌帝君音則文來修學 依照文昌的教訓 當中所提到的戒淫、戒殺、戒妄語等等的教訓 他由尾都懂得背上來 但是他的生活並沒有因此 而得到文昌帝君的保佑 他的經歷簡直就好像拍悲劇一樣 七次去考試都不中 生了五個兒子 四個女兒 四個兒子腰折 剩下一個在八歲那一年 出去玩之後就失蹤了 至於四個女兒有三個死了 剩下一個女兒 而他的妻子也都在悲痛的情況下 哭到雙眼都盲了 余良神不僅問蒼天 我反省過 我自問真是沒有殺人放火 又沒有犯過大錯 為什麼天都沒有庇佑過我呢 後來他就想到製造神的風俗 每一年的年尾 造神都會上天 然後向天神報告那家人做過什麼好事 於是在他四十歲那年開始 他每年年尾都會製造神 並且自己親手寫一篇塑文 希望造神可以向上天品報他所做過的好事 不過一直都沒有什麼感應 生活仍然都是苦、苦和苦 到了第七年 年三十晚那一晚 依然是家徒四壁的瑜伽 突然間門外有人敲門 那余良神就走去開門 他就見到一個穿著黑色圖 大約五六十歲的伯伯 站在門外 這個伯伯很有禮貌地跟他說 我姓張的 從好遠的地方來到附近 經過你門口 聽到裡面不停有人在喊聲嘆氣 於是就上來看看 問候一下你們 雖然面對著眼前的這個 是一個陌生人 但是余良神的心真的屈結了很久 所以他就開口跟張伯說 他說我發奮讀書又行善即得 但為什麼我考取不到功名 而且我還窮成這樣 我的妻兒還要遭遇握難 還有啊 每年年底他都會向造神祈求 希望上天可以了解自己的苦方 但是不知為什麼 那天一直都沒有回應過自己 講到這裡 張伯就開口了 他說 行了 你家的情況我已經非常清楚 所以你不需要再說 然後他就開始問他 你說你又發奮讀書又行善即得 但是我見你做這麼多事都不是真心的 最可恨的是你每一年的塑紋 講的更加是一些怨天猶人的詞舉 一點都沒有反省過 上天只見到你的貪、真癡和怨恨上天的心 你這樣恐嚇上天對你 往後只會有更加多的懲罰 張伯又繼續講 你讀書是很厲害 口才也是很好 不過就是因為你伺著自己的口才好 所以口沒遮難 不單止整天把口取笑人 其實心都是這樣想 還有啊 人家假放山 你就趁熱鬧一起去放山 但是自己發心去做 就一次都沒有 你家整個廚房都是血腥味 然後張伯就走進廚房 不見了 余良神一生以為自己有多好 做多好事 這刻張伯的一番說話 忽然令他醒覺 修善是要從心而發 你見別人去做 你又做 別人不做 你就不做 不是出自真心的善行就沒有意思 隨起功德 隨力見功 真心、誠心、盡心去做的善行 上天自然會有所感應 余良神大切大悟 在第二天年初一 他痛改前非 改名做正義 而且 凡是對人有利的事 他都會去做 事無大小 還要真心地去做 三年之後 他的人生開始有所改變 他得到賞識 在京城找到一份好功 還要在那裡遇到他之前失蹤的兒子 之後一身平順 其實那一晚出現的張伯 會不會就是造神呢 又或者是否真的有造神呢 道教認為造神是東廚師名 他每逢朔日 都會記錄下我們所做過的好事 壞事和功德 上奏天庭 去定我們的生死禍福 善是一定會有善報的 而且還要是半斤八兩 絲毫不差 所以下一次如果你再問 為什麼我做那麼多好事 拜那麼多神 但是我還是生活得那麼苦呢 不妨你想一想余靜義的故事 可能你也會有答案的 謝謝大家 你剛才看過的是 道教電視頻道 道通天地 如果你都喜歡我們的節目 應同我們宣揚道教思想的理念 希望你可以支持我們的營運開支 大家可以將善款以支票的形式 寄到來逢迎仙館 支票背面著名支持道通天地營運 又或者可以將善款 直接入到逢迎仙館的戶口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一同共宏大度 道祖保佑 一同共宏大度 來自從不見 打勞 迎 feu elia